《5050》爆红后与经纪公司爆发合约纠纷 目前诉讼仍在进行中 由于内幕相当复杂 当时SBS电视台的知名调查节目 想知道真相 报道了相关案件 却被经纪公司指控内容有失偏颇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节目最终因为引起观众不适宜 以及报道不完整的案件内容 公开向大众道歉 却未能挽回受损的声誉 《5050》近期以全新的五人阵容 推出新专辑回归 经纪公司的Trait宣布 组合将不会登上SBS的音乐节目 人气格要打歌 CEO全红军售访时表示 想知道真相节目组 对公司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从未直接向公司道歉 自己宁愿保护尊严 也不会为了追逐金钱 而让孩子们去上SBS的节目 表达了坚定的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